《創意企業家》 品牌銷售、市場策劃是高速發展的環球經濟都非常重要 而創意更加令你脫穎而出 創意令你力厄群紅 創意令你手執牛耳 香港大學環球創意產業課程統籌D100全力支持 創意企業家主持張天壽、魏家俊、何楚亭 嘉賓李梓健先生 現為翠華集團執行董事 2008年1月加入集團 擔任市場推廣及設計主任 在2016年11月獲集團委任為執行董事及業務發展總監 負責監督集團新業務發展、項目發展及設施管理、租任、資訊科技的業務 李梓健先生在2014年擔任香港餐飲聯業協會青年委員會副主席 大家好,歡迎收看創意企業家第二季 我是今集主持魏家俊 大家好,我是今集主持何楚亭 我是香港大學的名譽助理教授張天壽 很高興見到大家 好,高興見到Benny 來到今季還有一集 我們今集主題就是飲食業 今集我們都很有限地押足邀請到一個為人熟悉的品牌 一個經典的品牌就是翠華集團 翠華我經常吃的 我們待會再吃一次 邀請到執行董事長李梓健先生 可以和我們一起分享一下 首先歡迎Kenji Hello大家 謝謝 其實說起食物 一個經典的食物 一定是想起翠華 翠華今年已經是50周年了 在香港經歷過50年一個歲月的品牌 在未來的50年又會怎樣 其實大家都很期待 其實翠華這麼快已經50年了 今年已經50年了 我試試試試試了十幾年 是啊 我們翠華其實就1967年開始 到現在今年就50年了 半個世紀 其實都非常不容易 一個品牌有半個世紀 所以我們今年都投放了很多不同的資源 看看市場的推廣 在品牌的策略 和一些新的措施上面 可以融合市場的口味去做 翠華已經很成功了 還需要改變嗎 我們做每一個行業都是 我相信與時並進是非常之重要 產品來講 我們有一部份的東西 我們會繼續繼續 例如奶茶、牛豬 也有些新的產品 我們都會增添下去 這樣做法 奶茶、奶油豬 我想你都想吃 這是必買的 去翠華吃的時候 是的 想問一下今年你覺得 怎樣看本地的飲食業 整體的發展怎樣 其實香港的飲食業 如果講過market size來講 大概2016年 就有1,100億的revenue 但是餐飲的市場 其實競爭都非常激烈 我可以這樣講 因為現在都已經有 兩萬七千多間的食肆 怎樣去脫穎而出 當然剛才都有講過 比如說怎樣控制食材的成本 怎樣在環境的服務方面去提升 各樣的事情 我覺得都是需要 在餐飲的operator方面 都要繼續努力去做 但是今年來講 我們都見到大家 揭開報紙都會見到很多 有哪些地方 有開始在租金上有些回落 這方面其實對於我們做餐飲的 營運者來說是好事 因為整體上都會幫輕了 我們做餐飲的一些fixed cost 怎樣可以在租金方面 我們可以做得更加好些 租金是否佔很大的成本價 如果普遍來講 做一間餐廳 其實租金是佔大概13至18% 都不小 都相對上是不小的 我想知道一知道 其實翠華我在過往這十幾年 我經常都去 我發現其實在這十年來 不比現在五十年的改變 這十年來都有些慢慢逐步逐步變 比如那些門市的地點 到那些菜式的微調都有 我們會有的 例如剛才所說的奶油豬 其實奶油豬的歷史都是以千年開始的 是 以千年開始 其實就是我們在翠華 研發出來的一個新產品 每一個產品都有周期性的 在裏面 所以我們都會不斷地去想一些新的不同的菜式 譬如說最近我們出了一個黑毛豬的豬扒 我吃過 黑毛豬的豬扒 接下來我們就著我們十一月份 就是我們正式的五十周年那個月份 所以我們在十一月份都會來到一些新的經典的菜式 我們會推出的 可能到時十一月份 大家可以去品嘗一下給大家的意見 剛才提到翠華現在或是以來都有不同的新產品 翠華一直以來怎樣在創新和經典之間做出一個平衡 或者翠華實際上怎樣做它的創新 我們其實有一團隊研發的小組 有一團隊研發的團隊去看著周圍去考察 最重要是我們做了一個市場的考察 即你都很相信市場調查 我們絕對相信 我們都是講求 都有一些數據 或者市場的口味會迎合到整個市場的需求 我們會做一些市場調查 分析了哪一類型的產品 或者哪一類型的菜種是現在市場喜歡的東西 而它將它怎樣去改善 收拾了它 把它放進去我們的餐牌 這一方面對於我們來說 其實會有很多的 訊息下去就是一些營運的運作 因為我們都有幾十家分店的店 我們都要知道每一家運作是順不順暢 去做這個產品 放進去做得好不好 當中我們都會主體在中央工場那邊 去做一個配合 盡量我們希望將工序上面 前期的工作 我們將它放在中央工場那裡做 而下去分店去做一個 最後一個生產的流程 這樣可以方便到我們的前線同事的廚師 可以控制更加好的食材出品 但如果中央廚房做成本效益一定會好 但對於質素的控制 會不會都一樣維持到一定的質素 我們絕對堅信 我們不會說因為我們要所有中央工場做 要控制成本 而將所有東西全部都是中央工場 但我們會慢慢地去研發一些產品 或者現在本身有的產品都在中央工場做 譬如說 你現在看到吃的魚蛋 那類型的產品 我們都已經在中央工場做了幾十年 我們一向都是在中央工場做 質素都很好 謝謝 因為我們這一類型的產品 我們知道可以在中央工場研發去生產 但有時候譬如說煎過扒 或者是這些產品 當然我們不會放在中央工場做 因為一定要是即來即煎 那個效果才是最理想的 所以我們會就著那個產品的質素 我們會去釐定 是不是有些是放在中央工場 有些就會放在前線方面的運作 所以Kenzie 你在保持平衡 質素和成本效益 勒領得很好 這個經驗是很重要的 是的 所以我們前線的研發的小組 他們擔當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們要考慮的 不是要考慮產品做得好不好 好不好吃之外 他們要考慮運作的方面 能不能支援運作呢 這方面是需要很長的時間 去做一個新的產品 我知道Kenzie 現在主要負責公司的業務發展方面 我知道近年翠華在內地都不斷開分店 想知道未來的發展方向是怎樣 其實我們翠華本身就在香港這個地方去做 直到十年之前 我們就有一個契機 我們就會發展第一間的海外店 去了上海的中心 有很多人問 為什麼香港的地方近一點 如果回大陸去深圳 廣州就不快 尤其是那邊的人的文化 都像我們香港人類型的東西 但是我們又相反地去看另外一種看法 因為上海是一個中國的其中一個主要的城市 最主要的城市 你見到外地人 外國人 任何的企業都是在那邊發展 我會見到我們在那邊會有一個 那個exposure會大一點 還有其實上海都有很多不同的香港人 即香港很多人都是在上面工作 所以第一個點我們就發展在上海先 直到現在我們國內大概有30家分店 其餘就是在香港和澳門 多數都是上海那邊還是分店 我們主要上海分店是店鋪為主 但是接下來我們都尋求很多不同的發展的機會 去發展我們翠華這個品牌 因為譬如我們見到有很多不同地方的人 都常常想邀請我們去東南亞或其他地方發展 但是我們去發展其實我們都見到有一個可行性 但是我們有很多考慮點 譬如產品上最重要的一件事 產品上的原材料 當地的地方能否支援得到呢 我們能否入到那些貨 這些類型的東西才是我們最核心的考慮 因為你說品牌發展 我覺得沒有問題的去發展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品牌 但是我們不會因為想去發展想去做這件事而去做 我們希望保持食品的控制 供應料和物流的部分很重要 那件事在我們心目中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想翠華的品牌都很好 因為我有教一些上海復旦大學的 我每次來的學生都問他們 來到香港去哪裡吃的 通常都是去翠華 很多時候都去翠華 而且他們覺得翠華是一個很好的香港品牌 又代表一些質素 加上上海已經看到 他們都很嚮往香港茶餐廳的文化 所以我覺得選擇上海這個點 是有一定程度的優勢 我很同意 很聰明的做法 剛才提到在內地不同地方 尤其是上海開的分店 在你而言 在內地擴展生意最大的困難是甚麼 跟香港擴展生意有沒有不同的地方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都不會有太大的分別 我們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出現 我們最初開第一間上海的時候 我們當然自己都摸著膝頭過河 會不會要遷就當地人的文化 當地人吃的口味來調配我們那些產品 最初我們出的產牌 開店的時候出的產牌 有超過一半以上 都是你現在在香港見不到的產品 可能是上海的菜式的產品 水煮魚或其他東西 localize 很多東西 但是我們開店之後 其實未開店之前 都已經有很多人走過 你知道街邊有很多圍板 我們圍著裝修 香港徐華 那些人都已經走過 問你們是不是香港的徐華 有沒有辣頭豬吃 有沒有咖喱石 有沒有那些產品 我們就發現 原來他們都知道 翐華是吃甚麼的產品 所以我們直到開店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也都見到那個效果 那些人都是吃回我們現在香港吃的東西 反而如果在上海的感覺 就未必會去除華吃 沒錯 所以我們都立即調配 那個產品的份量 將我們本身很多香港有的產品 我們盡量都全部放回去 當然我們這個部分的產品 都是localize 一點 還有當地人的口味也有 所以是一個融合的餐單 這個很特別 剛才我聽你說 就算圍著圍板 那些人已經認得是香港的徐華 我相信你在 譬如在Promotion 或者Marketing 在內地上 可能下了很多功夫 有沒有地方可以分享一下 你怎樣做內地的Promotion 多不多做這個數碼 譬如一些社交媒體 現在我們會偏向很多時候 都是做一些Digital的Promotion 但以當時為例 其實在國內開分店之前 我們都已經在很多不同的頻道 做市場推廣 在內地上 譬如微信 當時未有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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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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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早之前 未有的時候 我們已經在直通車 直通車 或者在一些標簿 我們在推廣我們的品牌 傳統的outdoor 對 最傳統的outdoor的標簿 我們可以做 當時也有很多人 都會看得到 也都會認識到我們的品牌 所以令到我們開第一間分店的時候 在上海 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效果 會不會很多自由行李 在香港的時候 都試過脫畫 這麼好色的東西 都很期望 其實上海有 所以看到已經很開心 除了國內方面 其實世界各地有很多 有華人的地方 他們都很喜歡 例如最近的我們台灣 日本 韓國 日本也有嗎 日本沒有 但是 那些旅客很多時候 都喜歡來 日本是 他們來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如果去日本有的話 我相信會 一定會 很歡迎 我覺得是 我們都做一些研究 可以看一看 因為 我們很多 promotion 是 剛才所說 歐多的標誌 放在一些 直通車的地方 其實世界各地 我們都做很多不同的 promotion 可能你們 香港人未必見得到 因為很多的 旅遊書 雜誌 介紹香港的產品 你去哪裏吃東西 去哪裏玩 很多時候日本 世界各地 英國好 美國好 他們介紹香港的時候 他們就會找我們 等於香港的 去介紹我們的產品 我們說好 我們給你那個地方 因為他們覺得 因為這些食物 真的很適合他們 人們吃 來香港當然要吃 一些香港特色的食物 經典的食物 這個很特別 對 總之譬如說 我知道你以前 可能是項目經理 之後做設計主任 Marketing 也有做過一段時間 聽著我一進來 已經是做董事 我們讀書的時候 已經開始做餐飲 的part time 即是放暑假的時候 你稍微員工做事 我們在中環威廉頓街 那間店舖的時候 我已經是跑樓面了 有份沖奶茶 沖奶茶 很多人都問我 你知不知道沖奶茶 其實我覺得 沖奶茶是其次 最重要是 你知不知品嘗奶茶的味道 是最重要的 這個高深很多 是的 這個是 這個對我來說 我覺得更加重要 因為 怎樣品嘗呢 跟咖啡是否好似 其實是 差不多 類似的東西 一喝一杯奶茶 要視乎 很多 喝咖啡也好 喝紅酒也好 甚至乎喝奶茶也好 其實都好 因人而異議的口味 同意 有些我們叫做老茶骨 喝奶茶喝得多 就要濃味的奶茶 味道很重 但可能有些年輕一點的感覺 我喜歡奶味重一點 甜一點的口味 這方面就要去 就著你自己的品牌 想要的定位 去做一個配方出來 所以你是懂得品嘗 也懂得沖 沖 沖我會繼續努力 但我覺得品嘗 都OK 可能品嘗都很重要 因為你品嘗了 你會知道那個口味是怎樣 還可以叫沖的師傅幫忙去做出來 有什麼需要改善 其實你很早期 一去都是董事 沖了兩天 我十五六歲放暑假的時候 都已經開始在翠華做暑期工 那時候幫自己的公司 因為那時候一放暑假 你知道兩三個時間都沒有什麼做 我想做些事情 我還要第一間做暑期工 就是在倫林頓街那間 那間廢華南桂坊那裡 那間是看了很多東西 在做服務這個行業 其實是表面上看起來 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我都是下單 收拾東西 抹桌 做一下對前線的服務的事情 但是其實當中 有很多你要去compromise到的東西 譬如說 有時候繁忙起上來 真的有時候都會令到自己的情緒 會有些高低的 你要控制一下 你要懂得放鬆 你要懂得怎樣可以去跟同事 大家溝通 大家可以去分工合作 我負責去收拾東西 你負責去哪一邊 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還有當中有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因為茶餐廳就是一個很本地的東西 當時有很多幾個月的時間 我們看到有很多不同的人來我們餐廳 有很多不同的熟客 原來打牙膠 原來陳先生進來 要早餐A餐凍檸茶 不用說 基本上一坐下 立即放下 那種感覺是挺好的 你又會記得我 你經常來吃這件事 當然記得陳先生 當時打牙膠戰也挺好玩的 由低造戲做過最基層 對你現在的管理是否容易 應該是幫了很多 絕對有一定的理解 一定的 當然之後我除了做樓面之外 我都做了其他不同的部門 譬如說做Marketing的東西 所以現在這麼成功 聊了這麼久 我想大家都發現 帶公司走翠華 創新都是如此重視 所以到了這個年代 很多時候都是說 快魚吃蠻魚這個概念 所以要不斷創新不斷突破自己 才會有一條出路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再和Kenji再聊一聊 好 稍後見 停止抱怨 趕緊行動 著名企業家 今年都50周年了 想知道今年翠華有什麼大搞 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50周年 我們剛剛在6月份的時候 就宣布我們50周年的活動開始 現在我們找了張繼聰來做我們的代言人 我們都很開心 因為我們跟阿聰去合作 頭頭到尾尾尾 兩至三個星期就已經完成了 所有的事情 我們看到他的形象非常好 所以我們跟他一拍即合 大家都很適合 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好 他形象很好 因為阿聰也是一個非常顧家的老公 也是很好的先生 跟他對小朋友 他的形象非常親民 所以我們覺得跟他合作 一直下來都非常開心 接下來我們會有很多不同的50周年的活動 你會看到11月份的時間 我們因為贊助了香港其中一個很經典的電視劇 唐心風暴 唐心風暴 要留意 唐心風暴去拍第三集 即是經典和經典 沒錯 因為唐心風暴曾經都是非常高的收視 都是很經典的香港人 為人熟悉的電視劇 我們贊助了他們一套劇集 為何我們會這樣做 也是我們出過第一個新的嘗試 我們從來都很少做這一類型的事情 都沒有做過 因為我們都知道 唐心風暴當時就是 每一集都有一個主題 而今集第三輯就是講茶餐廳 都沒有的 剛好看新聞見得到 朋友又認識 我們就覺得很多東西 他們那邊有50周年 也是一個台影劇 我們有50周年 也是講茶餐廳 很有趣 所以我們很多東西 就跟他們贊助了 他們拍唐心風暴第三集 那麼有創意的東西 裡面到時會不會有內容 跟翠華的掛偶 其實沒有的 我們完全不牽涉任何的故事 結構應該是怎樣 所有東西純粹虛構 希望是 當然他們講的故事 是他們主編去主導了整個流程 我們沒有任何的加插在裡面 關於翠華的東西 翠華的一些歷史 全部東西都沒有 不過是我們有些地方 我們去幫忙 幫他們解釋給他們知道 比如說 沖奶茶應該要是怎樣沖 手勢會是怎樣 怎樣試品嘗奶茶 怎樣去品嘗奶茶 怎樣去送餐的姿勢 這些我去教他們 告訴他們 應該是要怎樣 到時在場景出來的時候 你應該會效果會更好 像是武術紙道 有一點茶餐在武術紙道 你親自下場 沒有 我們到時都是演員演員演員去 明白 會是 因為這套劇集 是在香港播映 11月 連續都有四十多集 五十集 所以都要去到過年 都要過年 過新年的時間 還有我們都會有 11月份 我們都會有些新的 剛才所說的 一些新的產品 會推出 這個我先買個關子 新的產品 是新的產品 到時大家可以給一些意見 看看怎樣可以 一定要試 Baniel第一次試 一定會很快發現 一個星期三次怎樣都做 一出就知道 一出應該知道 不過可能我不看菜單 通常我叫以前吃 什麼炒蛋飯 炒貴一點 要問他 那個Menu會轉嗎 還是怎樣 我們的Menu都會 其實我們的餐牌 定期都會有一些新的更新的 我們會就著銷售和市場的需求 去看看那些產品 有哪些是做得好些 都會有調動 可能我沒有留意 某些位置可能改了 有 我們未來11月 我們都會有餐牌上的調整 增添了更加多些新的菜式 舊有的產品 當然我們會繼續去提升 這幾方面大家一起去做 很好 剛才說的唐心本部 內地應該會有地方轉播 間接是內地做了Marketing 這個可能是 我們這套是 因為它是一套叫做合拍劇 對 和國內的一套合拍劇 對 這套的合拍劇 會是除了香港之外 其實同步在世界各地 有華人的地方 因為它有很多TV的分支 它都會播 國內那些都會同步 同一時間會同步播映 在國內一起提到 所以在受眾都很廣 會都是挺廣的 非常之廣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都看到在exposure 亦都有一個 讓人知道 有一個awareness 更加提升我們 在這方面都做得不錯 明白明白 剛才上一節的時候 你有提過你在翠華的時候 一步一步 逐級逐級去做起 我相信這個安排 都跟家人的栽培很大關係 譬如家人的栽培 或者在家人身上 其實你學到最深刻的是什麼 一直以來 這個是 尤其是我爸爸 可能我的影響是最深的 因為他十一二歲就已經開始出來做事了 十一二歲就開始出來做事 學歷也不高 因為家境很清貧 很多時候 做到現在 我們都覺得 我們都非常尊重我爸爸 因為 絕對不簡單 做不是僥倖的事情 真的是那個 努力 以前小時候很少見到我爸爸 他平時上班 他上班 很多時間都是上班 晚上下班都12點 1點2點 基本上我們都已經睡覺了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的聚會就是 去茶餐廳 去茶餐廳 我們下去 那 爸爸媽媽 當然在餐廳工作 媽媽 不用照顧我們的時候 就帶我們一起下去 他又下去做事 我們又下去收麵包 因為我們以前有個麵包店 在新婆港店 那個麵包店 我們就去買一本公仔書 就坐在麵包店 就去收麵包錢 一元兩元 幾元雞 很有趣 有很強的感情 是啊 其實當時來說 是非常之 很多人情世故在裏面 我們發覺是 很開心的一個過程 對於我來說 當然我爸爸是一個 非常之刻苦落落 很勤力的人 他有上班是沒有下班的 就算到現在都是 很多時候 到凌晨3、4點 他都會下去店頭 因為我們的店頭 可能是24小時 有時候24小時下去看 他的魄力是非常之好 但是到現在 翠華這麼成功 這麼有規模 都會這樣做 都會這樣做 絕對 都會下去 下去一些分店 一有時間 就下去一些分店 去巡視一下 什麼可以再提升 又如何跟同事的溝通 他都會繼續下去 做這個動作 所以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種 因為一種的事情 我們要跟著主席的方向去做 因為他本人都這麼勤力 大家公司是一個團隊的工作 你見到主席都是一個非常勤力的人 所以整個團隊我們的氣氛 又非常之好 大家都是為了做好一件事 繼續去發展 如何發展我們將來的業務 所以在這一方面 我們是勤力 我覺得是一個 香港人現在應該 更加要繼續去做的一件事 以前來講 做餐飲或者做一個企業家 是除了你要有天時地利任何之外 其實你都要很刻苦內勞 很適得想 所以我爸爸經常說 不要怕虧底 真的不要怕虧底 你怕虧底你就輸了 很同意 跟那個態度很重要 那個態度非常重要 但現在年輕的班很多時候都不是 我覺得可以很有創意 但未必可以做到怕虧底 所以都要跟很多不同的 我們的同事去溝通 怎樣去告訴他們 你應該要怎樣 當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 但是透過我們的一些身體力行 你去告訴他們 是怎樣去做好自己的工作 做好每一項應該要做的事情 所以 有沒有一兩個畫面 或者兩件事 你是特別深刻 對於你爸爸 例如怎樣對員工 或者有些危機的時候 他處理 有什麼事例 他不是學術派 他真的是這個 學術派出來的 是的 曾經有一件事 他 我們 其實很多 有時候 做餐飲一定會有些工商 等等 當時 因為有個同事 就入了醫院 有個工商 他自己 就去探望同事 他自己親自拿到果盆 去問候同事 看看有什麼可以幫到他 幫到他的手 去做那些事情 那 我想 相信不是很多 去到那麽高層 或者有些什麼都不會這樣做 拍過HR 派過什麼同事 但我們不是的 我們同事 如果有些什麼 自己本身有些什麼問題 進去醫院 或者有些什麼困難 我們歡迎他們 會跟我們說 跟我們分享 大家如何幫他們 去解決 很有人證明 我覺得是一個團隊 這個團隊很重要 不是因為你是這個位置 而我在這個位置 大家沒有交流 不是的 很有趣地 他剛好隔壁 又睡在另一個床邊 就是另一個電台節目的主持 又知道原來 阿空哥來了 然後去探望一個員工 當時都是在他回許子的節目 那裏分享 原來老闆都會下來 去檢查一下員工 都是一件不簡單的事 其實就算我們以前小時候 我們真的對於在店裡的經歷非常好 我還很記得當時我們一放工 我以前住屯門 我現在也是屯門 屯門山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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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車搭 沒有車搭 或者有車搭 沒有車搭的時候 我們就是 九龍城 有一間叫做 大東酒店 的地方 我們就過夜 星期六就過夜 星期日 七點幾八點 又再回去店舖 又幫忙 或者有車的時候 就乘巴士 現在還有61號X 乘巴士就回去澳 你知道 當時無巴士很久 一個多小時 兩個小時 才能回去 這些是一個 我覺得挺有趣的經歷 到現在來說 我的腦海都經常 浮現這些感覺出來 當時比較小 很小 幾歲大的 四四五歲 很深印象 因為只有那些時間 才可以和爸爸媽媽相處 尤其是和爸爸一起的時間 不是太多 所以我很欣賞 他的努力 是為了每一個的下一代去著想 這件事很欣賠 就算去到現在 其實我們都接近有五千個同事 有五千個員工 我們都說 我們不是為了 他都說 不是為了自己去做一盤生意 是為了五千個家庭來的 這個是維繫著 我們五千個家庭的生計 這方面是我們發展的一個理念 所以徐華現在才這麼成功 做領導人的精神 影響他整個公司的文化 這很重要 還有想知道 譬如說現在交接了之後 對於現在手上預做的事情 有沒有什麼困難 還有有沒有遇到的困難 怎樣解決呢 不要說交接 其實我們都 自己本身還有很多東西不足 真的要去學習 因為餐飲這個行業 之前所說真的不簡單 有很多東西你要去識 去理解 甚至很多東西要做的 但是也都有很多種種不同的困難 我覺得 不只是自己本身去話 其實整個餐飲行業 都在面對著很多不同的困難 因為你見餐飲行業 普遍來說都是賺錢的能力 現在不是很高 之前會好一點 之前會好一點 就算說五六年前 是說一萬七八家的食肆 去到今天 你會見到的數據 因為我所說的數據 你會在政府新聞署都會見到 去到二萬八千家食肆 多了很多 多接近五十個百分比 這六七年才突然這麼多上去 我們見到這六七年是突然之間 那個餐飲的operator 越來越多 為什麼呢 頭身做餐飲行業 為什麼呢 因為越多人想創業 其中一個原因 創業 因為始終做餐飲的門檻是低 不同的學術派 你要讀書 你可能做finance 你要有學歷去做 做餐飲行業 你是很貼的一件事 你去煮的食物 好不好吃 是放在那裡給你的 所以門檻一樣是低 但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整個餐飲行業 整體整個大環境的消費 是retail的影響 影響了 所以做餐飲的會越來越多 我們會見到 越來越收押 你的餅 我之前也說 整個市場都是一千多億 一千一百億 裡面 這幾年都領聽著 都是這樣 但是食肆的數量一直增加 到現在還是增加的 到現在我們都看到 一個向上的趨勢 你看到可能有些人說 過了一年之後 店舖就會關門 其實都是一個現象 但是關門之後 也都有其他人開放 其實是一個循環 所以我們見得到 我們都經常說 做餐飲 你要真真正正去理解 裡面的東西 不是表面地去見到 這間的店舖排隊 你就覺得很生意 我就去開店 其實不是這麼簡單 這真的不是一個 一加一等於二的方法 裡面有很多不同因素 你要去考量去考慮 尤其是創業更加需要 創業更加需要 你的資金能否支援得到 你的時間 做餐飲行業 因為時間是最長的 你想想如果做我們茶餐廳 早上6點7點開店 收工的時間 11點12點 甚至有些半夜的時間 如果你是做一間餐廳的話 你會不會承受到 這一種的 這麼壓力式的工作呢 在裡面 我覺得是 要衡量的 這件事 Benny自己在開餅店 我想他都心同感受 第一就是品牌沒有那麼響 第二就是沒有那麼多分店 其三亦都沒有開到這麼晚 但我也明白做零售 基本上一件事就是力不道不為才 有很多東西你不可以交給人 是要自己看回去 這個我以前完全不懂 就算你讀多少書 教多少marketing 教多少做retail 零售 到最後都不及你自己營運過 那個技巧真的很不同 管人 員工的同事的要求 到裡面的流程 哪一間都很複雜 絕對不是那麼簡單 食肆更複雜 很多食材要預計 其實一個問題我想問 是 因為我看回 譬如 這麼多代 之前 都是用一些 可能是經驗去 發展翠華出來 到現在 到你那個generation 就會有一些學術的元素 其實你怎麼融入以前 這麼多年的經驗 再加上你現在 可能你學到回來的 可能學術上的認識 然後融入去令翠華做得更加好 有什麼看法 你這一方面可以和大家分享 是的 老一輩或者我們這些前輩 經常都是用 以一個 他自己認為 市場的 那個方向去做的一件事 其實也不是錯的 因為他們的經驗是 很重要 非常重要 他累積回來 就會給得到 他有這樣的idea 是有原因的 有很多事情可能他接觸過 也都跌過碰過 成功過 有很多不同的成功的案例 失敗的例子 影響到他的經驗 那這方面我們會 每一個party 每一個人 都會放進來 在我們的pool裡面 去成為一個 我們考慮的一個點子 當然可能有一些新的產品 或者有新的idea的看法 我們會先拿出來 拿出來 去到我們要討論的空間 我們當然會討論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非常之正常的 一個debate 每一個generation 看的東西都會不同 但是大家要 會在中間 要拿一個平衡 還有我們做了一件事 之後 我們會做一些市場的調查 和研究 我們會透過一些 文卷的形式 snowboard的形式 我們去抽 我們做一些調查 拿到feedback回來 就看一下我們的看法 是不是心目中我們這樣的看法 去證明到我們想做的事 我們就會覺得 這件事是 會是一個理想的去做的方式 你爸爸那個generation 就未必會看這些數據 是不是看到你 這個generation 就會比較有科技 去支援他們的經驗 和他們的感覺 其實大家都會 兩樣東西都會 是的 我們前一代也會看數據 也會看他們的經驗去做 要做一些新的產品出來 有一些新的方向出來 因為大家都是 每個人都在學習著 對於我爸爸那個年代 其實他現在都在學習著很多 很多新的東西 他都會看數據 會看他自己的經驗 所以大家都有默契去溝通 怎樣去做一件事 那譬如這幾年 你就真的開始叫做 接本或者處理更加多 在畫上的事務 其實你最深刻的 或者你覺得 這幾年給你的經驗 最大學到的東西是什麼 真的站得高一點 真的看到整個全局的時候 有些什麼不同了呢 心態上 當然最重要就是 溝通 溝通 溝通是其中一個 最重要的東西 當然現在我們 我自己在做的東西 其實和之前在做的東西 會是更加多了 更加多了好事實 例如行務發展 或者甚至乎 Marketing 以至乎去到出品研發 各樣的東西 我自己本身都會多了 但是 學到最重要的是 溝通 就是剛才所說的 都是溝通 因為我們做餐飲的 你是要和很多不同的持份者 去溝通 令到那件事去做得好 還有發展的方向性 我覺得是 我們相對上會按著市場的需求 去做一些調整 而這些調整 會帶來給我們 更加好的發展方向 剛才我所說的 其實我們香港 國內甚至港門 我們有發展之外 我們絕對是尋求很多機會 是去海外的不同的地方發展 因為大家都見 在華人的地方 在中國人的地方 他們很喜歡喝奶茶咖啡 大家都知道 港式奶茶 港式奶茶 喜歡閘兩小時 我都要去喝奶茶 這個是事實 就算大家當時 讀書的時候 都是這樣 想吃菠蘿包 想喝杯奶茶 所以我們 沒錯 所以我們都是有一個理念 我們都想把我們的品牌 發展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問 剛才你也說過 你本身是讀一些設計的東西 但你現在做的東西 其實是可能 例如做裝修 門面鋪 有些結構 就有些關聯性 但你去到 譬如operation 品牌 又未必完全一樣 其實你覺得年輕人 譬如現在很多時候 他讀的東西和做的東西 其實不一定有關聯 還有人生的路向 是否有很多可能性 可以試的 還是很死的 讀那樣東西 就要做那樣東西 可以和大家分享下一點 好 剛才所說 我之前就是讀 Graphic Design 但我早兩三年之前 我也覺得自己要提升 因為見得到的東西 或者做了的東西之後 發覺有很多東西 要不是做得那麼好 之後我再讀了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再去提升自己 讀多一件事 知道怎樣去做 你知道做Graphic 和International Business 是兩件事 完全兩件事 一個 兩邊路 一個左路 一個右路的線上 讀書 讀Graphic 就是用左路 之後現在用右路去想 去想的東西 會啟發到自己更多不同 因為書本上我覺得是一些知識來的 知識如何應用在每一個地方 都要靠你的創意去用 不是書本上擺出來的東西 你就原本都放下去 所以沒有的 我認識很多朋友 都是 他可能做一些BioTech的東西 但原來他最終是做不是BioTech的東西 做Banker都有的 或者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我覺得是 人的發展是 讀書讀哪一件事 除非你很專業 很專業 譬如醫生、律師 真的沒得轉 但是 如果做普通文科、理科 我覺得都是 都沒問題的 最重要 創意的空間 要保持著 要擺動 配合我們節目的主題 創意企業 是一個很好的總結 這集的時間差不多 再一次多謝Kenji 抽空上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我想今集 剛才那兩節 還怕語氣不夠 相信很多人都會發現 原來創意的重要性 原來可以這麼大 還有就是宋是一個領導人 他的親力親為 很影響了公司的運作 所以做創意的人 可能將來都要 只要爬一輔 或者要抵得欄 希望可以幫到很多創意的人 有很多啟發 我們下季再見 好 好快再見 拜拜 多謝 孫正義 遠銀集團創辦人兼社長 孫正義最初創辦遠銀的時候 公司只有兩個員工 第一天開會 孫正義就說 未來我是世界首富 你們跟著我 亦都會成為最富有的人 說話未說完 那兩個員工就走了 說孫正義是瘋的 37歲的時候 孫正義成為世界首富 記者採訪他 問他怎樣做到 他就說了 一切目標的實現 都是來自毫無根據的相信 這就是相信的力量 一個人要想獲得成功 一定是基於你有的 一套獨特的思維模式 對待問題 分析問題 思考問題 要有自己的獨度見解